第三百二十五集 永远待在唐龙身侧的凤冰凤霜两人,一边看着唐龙皱着眉头嘀嘀咕咕的自言自语,好像在骂着什么人,一边猜测唐龙到底在想些什么。 他们在唐龙自己扇自己两个耳光后,就一直关注着唐龙,他们都不明白,唐龙为什么要自己打自己,而且好像非常自责。 难道是因为被敌人打掉了一点防护罩的能量?这不可能吧,因为防护罩还存在,而且能量也回复上去了,那场战斗只是浪费了一点能量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既然不是因为这件事,那么唐龙是为了什么苦恼呢?难道是因为在那一万颗前来支援敌人的武装卫星威胁下撤退的缘故吗? 可当时要塞防护罩已经进入危急时刻,那个时候撤退是正确的呀。 凤冰凤霜两个人互相看了看,微微摇了摇头,看来人类的思维还是太复杂了, 自己这些机器人根本无法明白。 唐龙步伐越来越慢,眼神越来越亮,终于停了下来,抬头挺胸,转身命令道,继续攻击其余星球的军事设施, 同时在各地发布侦察卫星,并立刻搜寻反唐联盟补给舰队的踪影,一定要把他们的补给运输给断掉。 凤冰凤霜虽然不了解唐龙怎么又龙惊狐猛起来,但都响亮的应了声, 孙命! 快!快! 一大票反唐联盟的战舰在大唐境内飞驰,所有官兵都快气疯了。 之所以会这样,因为三股部队铺到救援地点的时候,发现除了自己这边的战舰残骸外,根本看不到大唐军的踪影。 而在自己开始四处寻找敌人踪迹的时候,自己殿后的部队居然被袭击了。 可是等回过头来寻找敌人的踪影时,敌人又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反正,不管你跑到哪里去,屁股肯定会被狠狠地揍一顿。 自己比对方强大四倍,居然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而自己的机动力都消耗在奔走上,却直到现在为止,连敌人的屁毛都没有看到一根,能不气疯吗? 待在总旗舰上的柳斌,虽然早就意识到敌人在搞游击战术,但是他也不提醒其他指挥官。 这么简单的事都看不出来,那些笨蛋,笨死了活该,反正自己国家的兵力没有一点损伤。 自己这次出征,消灭大唐倒不是主要的任务,而最重要的任务要是让其他人知道了,反唐联盟将会立刻瓦解,因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削弱各国的兵力。 自己一开始还怕大唐不经党,还在想着怎么让其他国家损失惨重点呢? 可现在看到大唐军主力踪影还没有露出来,联盟军已经耗损了两万多艘战舰。 看来大唐军真是名不虚传呢,替自己省了好多事呢。 那些指挥官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兵力已经损失了十分之一,因为这两万艘战舰平均到三十五个国家来说,也不过就是五六百艘的数目。 这五六百艘对整个联盟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就是这个盲点,让指挥官们都不在意这一点的损失。 但是他们忘了,二十二万艘战舰不是一个国家的,而是整个联盟加起来的。 当他们想起自己一个国家才六千来艘战舰,少了五六百艘,等于被砍了五根指头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损失有多惨重了。 不过柳斌在暗自高兴之余,也深感担忧。 这里是大唐的本土,大唐军能够神出鬼没,没什么好奇怪的。 但大唐总兵力才五万,在干掉了联盟军两万后,大唐军的残骸居然没有发现一艘,这就说明大唐的战斗力非常惊人了。 但在柳斌想到原来的计划后,也就不怎么在意。 自己的陛下一开始就让自己看情况形势,如果大唐不堪一击,就在大量消耗友军兵力后,吞并大唐。 如果大唐难肯,那么就保持实力并消耗友军的兵力。 反正不管怎么说,铁乐国的兵力,自己带多少艘出来,就要带多少艘回去。 当然,那个不听命令的白痴少将带领的战舰不能算在里面,本来自己还想保持完好无损状态的,可惜让那个白痴给毁了。 不过没关系,那些都是小型战舰,而且先锋部队本来就是送死的,没了就没了,没有人会在乎的。 嗯,但其他盟国的兵力大损后,自己玩好无损的部队,就拥有巨大作用了。 也不知道那帮白痴怎么这么好骗,为了区区一个小国,居然完全忘了弯越青海满屯星域的重要性。 难道不是吗?大唐的中州星域和天河星域加起来才42个行政星,而弯越星域有两百多个行政星。 秦海星域和满屯星域更不用说了,这两个星域加起来足足有上千个行政星。 吞掉这三个星域后,大唐算什么? 把这三个星域的民众加起来一起撒泡尿,都可以淹死大唐的所有民众。 已经回到自己皇宫的土耳特,肯定想不到自己装样子的责骂,居然让那几个满屯星域的首脑心怀恨意。 这恨意不但是对土耳特,也是对反唐联盟的。 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星球被炸,损失了无数的军事设施不说,还舍出一个重要军事星球来做陷阱,并损失了一千多艘的武装要塞。 自己是招谁惹谁了,才获得这样的结果。 要知道,大唐离自己十万八千里那么远,如果不是自己加入了反唐联盟,自己恐怕还不知道大唐的存在。 相信大唐也不知道满屯星域的存在,这样大唐也就根本不可能跑来轰炸自己。 现在自己为联盟出钱出人出战戒,国家还被炸得如此凄惨,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可是不但没有人安慰一下,居然还被人责骂,或者这样的对待,心里是怎么都不顺气的。 在这样的心态下,几个满屯星域国家的首脑,回到满屯星域后,立刻聚集在一起,开启了诉苦会。 我操他们祖宗的十八代,他妈的,老子拼死拼活,居然被当训狗一样的训斥,我ABC他个祖宗。 一个性格暴躁的首脑,猛灌一口酒后,立刻破口大骂,也不在乎什么贵族风范了。 就是,老子和大唐无仇无怨,要不是被他们逼着参加了那个狗屁联盟,老子国内的那些设施会被大唐炸个稀巴赖吗? 被炸了也就炸了,反正我国军队也是入侵了大唐,被大唐炸了,我也不敢叫冤,认了。 他妈的,老子舍出一个重要军事星球来套大唐要塞,还不是为了消灭那大唐要塞,为联盟尽奋力吗? 再说了,我们失败了不怨谁,只怪我们力量不大,可那帮混蛋却纷纷斥骂我们,靠,甚至连一个假惺惺安慰一下的人都没有,感情我们为联盟拼死拼活是应该的呀。 那个损失了一个重要军事星的首脑,也开始叫骂起来。 一个很像奸商模样的首脑,也加入了话题。 娘的,想起来我就气愤,我们跟大唐隔了十万八千里,无怨无仇的,那个托尔特居然拉着我们三十四个国家,组成一个狗屁的反唐联盟。 该死的,那时老子还不知道大唐这个国家,他的主人是谁呢? 老子想不同意,那帮家伙居然还来威胁我,靠,加入就加入吧,起码不会被人攻打。 可才一加入,就要我们遵从盟主命令,牺牲民生经济,大肆增兵,不同意的还被套上勾结大唐的罪名,搞得老子的民生经济大幅度下跌。 而且我就搞不明白,耗费无数人力物力,跑去攻打一个只有四十二个星球的小国,能有什么收益? 现在倒好,收益还没有看到在什么地方,自己倒是先被人炸了个头。 娘的,自从加入了反唐联盟,老子就一直在做亏本生意,看样子没有几年功夫,再加上把国库给掏个金空,根本别想让国家恢复原来的模样。 哎,不知道你们接到报告没有,我那个出征的上将向我汇报,那个柳斌提出按照消灭敌人的数量,来决定大唐星球的占领份额后,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盟军就已经损失好几万艘战舰了。 我的部队倒还好,只是损失了三百多艘战舰,而你的部队则已经损失了一千多艘了。 一个年纪比较老的首脑说着,指了一下那个奸商模样的首脑。 奸商模样的首脑立刻跳起来吼道,损失一千多艘,娘的,亏血本了,该死的,那个混蛋到底怎么指挥的,居然连敌人都没有看到,就损失了一千艘,等他回来,看我不把他扔进油锅里去炸了他。 老年首脑话里有话地说道, 这不愿你的部下指挥有问题,要知道前线的指挥官都要听从总指挥的命令,谁知道柳斌这个最厉害的军师是怎么下令的。 呃,对了,柳斌不是我们这几个星域最为出色的军师吗? 怎么以二十二万的兵力去攻打五万敌人,居然还没有和敌人接触,就损失了这么多兵力呢? 几个首脑纷纷议论起来,那个奸商模样的首脑眼睛一转说道, 快联络一下前线,让他们打听一下铁乐国的损失怎么样。 一个机灵的首脑明白了奸商话里的意思,不由疑惑地问道, 难道你怀疑柳斌把我们当肉垫,这不大可能吧,我们是联盟啊? 再说柳斌那个按照消灭敌人数量来决定大唐星球占领份额的提议,很公平啊? 是不是把我们当肉垫,就看铁乐国的兵力损失和我们的兵力损失的比例怎么样了? 至于联盟,公平,呵呵。 奸商模样的首脑冷笑着说完这话,就掏出通讯器,命令部下联络前线了。 看到他的动作,其他首脑也纷纷做出同样的动作。 嗯?铁乐国的先头部队一千兵力全军覆没? 得到这个情报的奸商模样的首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 不过他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再问道, 那他的本阵怎么样? 什么?毫无损伤? 好,你给我记住,从现在开始保存实力,遇到大唐军,立刻撤退,绝对不要死战。 对,一有不妥的地方,情愿撤回国内,也不要停留官袜。 听着,这是死命令。 其他那些得到同样情报的首脑,都不解得看着奸商首脑,奇怪,他为什么下达这样的命令? 奸商首脑看到大家都愣愣的,不由冷笑道。 各位,难道你们不知道铁乐国的先头部队都是些小型战舰吗? 在我们全部使用X战舰的今天,这些小型战舰等于废铁。 那个年名最大的首脑说道,表面上铁乐国损失了一千艘战舰,但本质上铁乐国根本没有损失什么,而我们这些参与的国家都损失数百上千艘的X战舰。 现在应该商讨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办了。 一个脾气暴躁的首脑大吼道, 他妈的,居然把老子当肉垫,商讨什么,反正老子决定退门。 奸商首脑冷笑道,退门? 你一退门,那些家伙就会抓住这个借口吞并我们满屯心意。 那个暴躁的首脑不愤的说道, 我们把铁乐国的事说出去,他们还会参加反逃联盟吗? 一个首脑恶狠狠地说道, 嘿嘿,我可没想到要提醒那帮家伙,我还巴不得他们被人当肉垫,消耗兵力呢。 暴躁的首脑开始烦躁起来, 这样不行,那样不行,难道我们就只能够让前线部队保持实力不动? 满屯心意的这些国家的首脑,心里都清楚, 就算满屯心意的国家结盟,也不能够抵挡反唐联盟, 所以气氛都很郁闷。 各位听友,长篇小说《小兵传奇》第325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326集 这时,一个首脑提议道, 我觉得我们干脆投靠温南帝国算了, 这样一来,他们还敢来攻击我们吗? 年老的首脑黑黑笑道, 嘿嘿,兄弟,你的情报过时了, 温南帝国以前在我们这边确实强大, 可惜拥有上千行正行的温南帝国现在已经四分五裂了, 不然你以为我们还能够组建反唐联盟啊, 人家早就把我们吞并了。 听到这话,大家都吃了一惊, 没想到温南帝国居然分裂了, 想到那老年首脑情报是一流的, 不由多让他说说现在无乱兴兴的状况。 老年首脑响了一下后, 点点头, 嗯,好吧, 我就把最新的情报说给你们听听吧。 经过这几年的大混战, 现在无乱兴兴大概被分成五大势力, 八大中等势力, 以及一百七十二个小势力, 这五大势力分别是东南的圣龙皇朝, 东方的比特共和国, 这两国正处在死战中, 而西北的凯来联邦和西方的杰拿君主国也处于战争中。 至于最后一个凯武王国则处在中央位置, 那里的小国基本已经被凯武国吞并了, 而且没有什么强大的敌人在四周, 所以现在无乱兴兴兴的最强国就是凯武国了。 凯武国的国王是个三十多岁的青年, 而且建立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也才花了几年时间而已。 据情报显示, 他的背后拥有一个巨大的财团支撑着, 不然他根本不可能获得现在的成功。 至于是什么财团, 由于我的情报网并不出色, 所以根本调查不出来。 老年首脑喝了口茶, 继续说道, 八大中等势力也不细说了, 都是以前的那几个国家, 现在他们要么因为待在五大国四周而加强了戒备, 要么因为四周都是小国, 而加强吞并的速度,增长实力。 而172个小国当中, 除了我们湾越青海满屯这三十五个国家外, 其他的都是原来小国吞并四周的小国而壮大的国家。 像在温南帝国外围的那数十个小国家, 在经过战争后已经形成了七八个强国, 现在正进行混合大战呢, 可以说整个无乱星系都在混乱中。 告诉你们, 别吃惊, 那五大势力都有数十万艘战径, 而八个中等势力也有近十万的兵力。 听到那托尔特说我们是无乱星系最大一支部队, 我就觉得好笑, 真是坐镜观天啊。 老年首脑不理会自己刚才那话让首脑们有多么震惊, 继续说道, 但是有点奇怪的是, 地处无乱星系南方的那些小国, 虽然也经过了战乱, 但格局并没有什么变化, 不过从感觉上来说, 他们应该组成了一个非常团结的联盟, 因为一旦某国有难, 其他国家出兵出浅毫不犹豫, 而最奇怪的是, 根本没有听说过他们闹什么利益纷争, 而且他们这些国家组成的军队居然不会出现正令不通, 指挥混乱的情况。 根据我多方打探, 终于发现这些国家的首脑都是傀儡, 军政之事他们无权做主, 不过可惜的是, 查不出幕后的控制者是谁, 也就是说, 在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 南方那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单一的势力, 只是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打出自己的旗号。 说着, 老年首脑摇了摇头, 四周的首脑们都沉默了, 靠, 外面一次战争就决定几百几千个星球的归属, 自己这里却在为决定几十个星球的归属而组成了二十万盟军拼死拼活, 甚至为了能争夺多一个星球的归属权, 还差点自己人打了起来。 和无乱星系其他地方比起来, 自己这些躲在乡下角落的人还真是弱啊, 以前还想着称雄称霸呢, 现在看来自己能在这乱世中活完下半生就不错了。 也有上了年纪的首脑感叹不已, 想当初能拥有五个行政星和一百艘战舰就已经可以称王称霸了, 现在几十万艘的战舰, 数以千计的行政星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世界变得真快啊。 一个首脑沮丧地说道,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想到外面全都是几十万战舰的战斗, 我就觉得前途很黑暗啊。 听到这话, 大家都认同地点了点头。 是啊, 和他们相比, 自己这点兵力算什么? 连人家零头都算不上啊。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通讯传了进来。 陛下, 大唐移动要塞又摧毁了一个我们星球的军事设施。 被通知的那个首脑, 脸色先是气氛的一片通红, 但很快脸色变得一片苍白, 并且有气无力地挥挥手, 关掉了通讯。 没办法, 自己根本没有可能消灭大唐那颗可恶的移动要塞。 而紧接着的通讯报告, 好像争先恐后似的, 不是这个首脑接到军事基地被摧毁的消息, 就是那个首脑接到给前线补给物资的运输部队, 遭到毁灭性打击, 无一生还的消息。 还有的就是汇报刚飞出大气层的民用船, 遭到武力威胁, 只能灰溜溜地回到地面, 航空业主和游客已经开始抗议了。 而造成这一切恶果的, 就是那颗可恶的大唐移动要塞。 得到这么多不利消息的首脑们, 全都皱眉苦脸地低着头, 苦思解决的办法。 他们都非常清楚, 再让大唐的移动要塞这样闹下去, 别说给前线补给了, 恐怕整个星系都会变成远古时期才有的单薪生活, 到时候的损失可不是数以亿计这么简单了。 那个尖伤首脑突然想起什么似的, 猛地抬起头, 眼睛闪亮地盯着那个老年首脑问道, 可下, 不知道无乱星系的其他势力中, 有谁拥有可以进行空间跳跃的武装要塞星啊? 老年首脑听到这话, 眼中也散发出光芒, 表情非常严肃地说道, 据我所知, 不要说无乱星系, 就算是整个宇宙除了大唐帝国外, 也没有任何人拥有这样能够进行空间跳跃的移动武装要塞。 什么? 大唐帝国的科技这么厉害? 首脑们全都惊讶地叫喊起来, 他们在和大唐帝国敌对后才知道有移动要塞存在的事, 当时只是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多钱, 不然也制造几颗要塞来玩玩, 根本不认为有多难制造, 却没有想到, 全宇宙中居然只有大唐帝国才拥有这样的移动要塞。 老年首脑出声说道, 唉, 不管那移动要塞是不是大唐制造的, 都说明大唐的深不可测, 因为那移动要塞是整个宇宙唯一的一个呀。 还有, 相信你们也知道白京战舰这种战舰, 虽然除了无乱星系外, 其他地方都有这种战舰存在, 但是根据我的调查, 全宇宙中最早拥有白京战舰的还是大唐帝国, 看来背后支撑这个大唐的财团, 实力非常雄厚呢。 这么说, 可以断定大唐是一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国家, 虽然现在大唐面临二十万大军的压境, 但是却依然能够顶住攻击, 如果我们准备脱离联盟的话, 我们或许可以…… 奸商首脑故意不把话说完, 但是谁都不是白痴, 后面的意思大家都知道, 现在大家都在沉思计算起得失来。 一个首脑出声问道, 和大唐结盟后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 首脑们蒙点着头, 他们都知道这里说是结盟, 其实等于投靠, 不过投靠人家可以, 但是自己的利益一定要保证。 奸商提醒道, 现在就想好处, 对方还不知道愿不愿意和我们结盟呢? 如果大唐没有把握打赢的话, 他早就派人来离间反唐联盟了, 这么久以来你们谁看过大唐的外交使者? 从大唐一点动静都没有来看, 足以说明大唐有把握干掉反唐联盟, 所以对这些根本不在意, 你们不要说大唐连我们组成反唐联盟都不知道吧? 听到这些话, 大家都深吸了一口气, 是啊, 如果没有把握的话, 大唐的使者早就满天飞了, 可却谁都没有遇到过大唐的使者, 这说明什么? 说明大唐根本没有把反唐联盟放在眼里, 人家在必胜的情况下, 他何必和你结盟呢? 干掉你, 然后吞并你的所有, 不是更好吗? 一个搞不清状况的首脑问道, 难道要我们成为大唐的蜀国? 其他人都给了他一个, 你是白痴啊, 这样的眼神, 人家都想吞并你了, 你居然还想当人家的蜀国, 真是白痴。 场面再次郁闷起来, 因为按照这样来说, 除了投降, 好像没有什么出路, 但是大家都舍不得自己的地位和身家呀。 可是按照现在无乱兴兴的情势来看, 自己不找一条出路的话, 肯定会什么都没有的, 找那些大国, 这个不用考虑, 自己这点身家, 对他们来说只是九牛一毛, 自己这么点东西送上门去, 他们要不要是另一回事, 但可以肯定的是也没人会感谢自己的, 等于白送。 再说了, 自己这里离那些大国的距离太远了, 恐怕自己投降的好处还没有拿到, 星球就已经被大唐吞命了。 所以要想利用投降来获得好处, 只有找身边的势力, 还要自己这点东西对这个势力很有价值的才行, 只有这样, 人家才会感激, 才会给自己更大的好处。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 对方还要有能力保证自己的利益, 也就是说, 对方不会好处还没有给, 就被人家给灭掉。 说来说去, 这附近只有大唐才符合要求。 至于反唐联盟, 自己现在都在那里受了气, 而且还会被人当肉垫, 最重要的是, 他们吞掉自己会一点好处都不给的, 所以不在考虑中。 像大唐称臣怎么样? 一个首脑提出这个题, 奸商首脑嘲笑道, 哼哼, 别想了, 我们能够习惯到人家的部下吗? 如果能, 大唐也不会允许我们获得权利的, 凭我们在本地的影响力, 很难让大唐放心, 到时候恐怕连做个富翁来善终都不能呢。 要知道大唐也和我们一样是君主独裁制度, 换作你们, 你们会允许这样的人物存在吗? 首脑们听到这话, 开始思考起来, 到底自己要怎么样才能够保证利益呢? 年老的首脑分析道, 我看我们应该先提出同盟来试探一下, 如果不行, 我们再把投降的事说出来, 利益这方面, 我们可以和大唐谈判来获得最好的利益, 要知道, 虽然大唐拥有一栋要塞, 但是, 不管怎么说, 他也只拥有42个行政星和5万艘的战舰, 而我们七个国家的满屯星域加起来, 则拥有300来颗行政星, 4万多艘战舰, 我们控制的战舰要是在战场上倒戈, 足以改变战况的, 而且, 还有比大唐多了八倍的行政星, 这些可是非常值钱的, 当然, 也许大唐急切起来, 和我们结盟也有可能呢, 这话深得大家的认同, 毕竟他们是不会这么轻易舍弃自己权势的, 一个首脑拍掌说道, 也对啊, 大唐不用干什么, 就多了近四万艘的战舰和几百颗的行政星, 相信他不舍得放过这个机会的, 你们说我们应该提出什么条件呢? 我认为应该…… 于是, 七个满屯星域的首脑就开始七嘴八舌的热烈商讨起条件了, 全都是在为自己征求最大的利益, 至于国家的利益, 拜托, 国家就是他们, 他们就是国家, 保证了他们的利益, 就是保证了国家的利益, 这有什么区别呢? 各位听友, 长篇小说《小兵传奇》第326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继续收听。 感谢观看